蕭美琴去最 最早可以避免賴 因為第一個賴清德不太可能出門 第二個賴清德的語言 要不然就自相矛盾 要不然就是出 開一旦開口了之後 如果真誠地表達他自己的立場 那兩岸就不用談了 蕭美琴是個緩衝區啦 不過在在眼前在一個過渡階段的時候 我 我覺得有兩條紅線是這樣的地方 第一個馬英九這次 他要和習近平見面 我覺得藍的綠的都不用做文章 有關於兩岸的定位的表述 不會超過上一次的馬錫會 上次馬錫會是怎麼談中華民國 怎麼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這一次也一樣 互不承認主權 互不否定治權 能夠互不否定治權就不錯了 因為我們的治權已經被否定得很厲害了 但是在主權的表述上面來講 不用吃豆腐 也不用想太多 上次怎麼說的就怎麼說 也嚴格講當兩岸的兩岸的這種規格的人物 互相見面的時候都不會去互相的指說你 你是什麼 我我是什麼 因為一談了之後其實連面都不用見 接下去其實重點就只在於看 看北京方面要藉著這一次見馬英九 習近平要藉著馬英九講什麼話給賴清德聽 那個是比較重要的 馬英九的耳朵就是一個傳聲筒 要讓台北聽到 從三月以來 畢竟今年的兩會 北京對於兩岸關係在兩會裡面 有關於台灣問題的描述是很保守很平淡的 那個時候就覺得很特別 就是為什麼今年的兩會這麼的保守 你就知道原來後面有馬英九要出訪他們的安排 至於蕭美琴 蕭美琴去歐洲 不管去了哪哪些國家見了哪些人 從民進黨的角度來講 反正出門都還是好 可是也不用想太多 你在歐洲所有的 所有的形式上面做的一切 他的所有的突破都不會超過立陶宛 你只要想你在立陶宛上面花了多大的功夫 然後渲染了一個多大的泡泡 可是最後呢 立陶宛給你什麼 立陶宛已經是東歐十七國裡面的小卡卡了 只是因為他比較猛充的比較前面 立陶宛兩年的時間 最後左右打耳光 他到底給你什麼 什麼都都沒有 你對他做了這麼多的承諾 連半導體都好像準備要幫幫他一樣 可是最後立陶宛仍然退回到原點 既沒有給你在臺北的簽證權 也沒有給你的任何以臺北之之名的 官方的代表的身份 所以如果你以立陶宛的角度去幻想 東歐會有哪一些國家 因為我賴清德上來了 因為我蕭美琴跟你們比較熟 所以給你突破那是不可能的 我覺得如果有馬熙二會 其實我們聽說是有馬熙二會 我覺得當然是好 尤其在這段時間裡面 兩岸的敵意螺旋因為像驚嚇的這個海域的事件 或者是說現在在520之前的一些不確定感 那在甚至海峽中線的消失以及我們禁制域海域的消失 還有我們國軍改變第一級的定義 都使得現在兩岸之間大家不會覺得現在是很緩和的 大家應該覺得是比較緊張 那在這個時候 然後如果馬總統延續去年他訪問中國大陸 那今年他再度訪問 而且在520之前 那麼我相信也許就在這樣的一個平台上 會再釋出一些怎麼樣可以讓兩岸之間 可以多一些溝通 多一些交流 多一些了解的這個訊息 我覺得對兩岸只有好處並沒有壞處 我都特別提到現在兩岸的敵意螺旋升高成這樣 大家都希望能夠更和緩 那當然我可以看到就是說最近民進黨的有一些立委 甚至有一些他可能是像黨團三長 那甚至像林俊憲這樣的被視為賴清德的子弟兵的這樣的人 那酸言酸矣 那當然又不免就是丟一些紅帽子 我真的覺得是大可不必 因為對賴清德來講 如果馬習二會能夠緩和台海之間的緊張情勢的話 照理說賴清德應該借力使力 對於一個新任的元首來講 他剛剛上任 他當然希望兩岸應該是比較和緩的呢 還是兩岸應該比較緊張的 甚至可能一觸即發的 他當然應該是選擇前者才對啊 那更不要說 事實上賴清德 我在某個程度是同情賴清德的 因為你看在520之前 我們會發生什麼事情 漲電價 那你以為漲電價四月就漲完了嗎 不會 因為四月漲電價對於物價的威力 或推波助瀾的效果 他會延續到五月六月份 而且又有這個夏季電價 再加上最近這個大法官要視線 可能有費時視線 如果是真的是費時的話 你想想看在台灣又會先進 怎麼樣的波瀾 對一個新任元首來講 他應該希望兩岸和緩 讓他能夠去推動內政 除非有一種可能 他希望用兩岸更為緊張 然後去轉移內政無能的焦點 薄金 質支撫 畫了 ителей